那么最后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是关于我们的子序阅读 给大家讲到的一个内容 首先呢我们通过我们课程的讲解 帮大家梳理了整个的一个解题的原则 首先呢要先提后文 因为先提后文啊 帮助大家梳理好了一个大的方向 例如我们知道这篇文章 大概在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甚至有时候会有意外收获 能够提前帮你辅助 去找到一道题的正确答案 另外我们说我们的做题 归根解体式定位 那除了常规的定位点以外 我们的出题顺序和行文顺序 保持一致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辅助来进行定位 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定位的范围啊 一般就是定位好的句子就是你的正确答案 那么如果不是在定位好的这个句子的话 你一般是可以往上找一句话 或者是往下找一句话 大概三句的范畴 那么最不记得其实就是直接找到 这句话所出现的这一个段落 然后对这一个段落进行概括 进行梳理 找到它的段落的中心主题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三个解题原则 然后我们给大家分析了我们的正确答案 以及干扰选项的基本的特征 但是最后还是要强调一点 我们的正确答案称之为叫做同意改写 而同意改写的本质 就是考察各位的配单词的能力 好 这就是关于咱们的 基本的解题原则的一个内容的梳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要看到的是 关于我们的后面的题目怎么去做 我们说我们把整个的四集的题目 大概可以分成两种题型 一种呢叫做细节题 一种呢叫做主题题 也是一个具体的题型和一个抽象的题型 那么我们接下来分别对这两种题型进行展开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 我们的细节题最常考的 是一种因果关系的考点 例如我们这道题它考到的是 为什么许多的restaurant这个餐厅啊 他们会加大一个压力 什么样的压力呢 就是销售瓶装水的压力 我们发现根据我们的很多的餐馆加大 瓶装水销售的压力 我们直接可以定位在我们的第五段话 他说有一些我们的restaurant 他们已经增加了去售卖瓶装水的压力 所以通过这道题啊 大家再次能够体会到唐书反复强调 不要寻求只找某一个单词作为定位点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整个的题杆 彻彻底底的读明白呢 你来看在我原文中 确实也就体现在这些 所有的具体性性构成的一个定位点 极其的精准 然后再结合来 我们的一个逻辑关系 原文中问的是为什么要找原因 而我们定位好的这个句子呢 他说这是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result 我们就明白了真正的原因 是不是应该在他的前面去寻找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读前面这句话 前面这句话说的是呢 as dinner searched for leading brands 随着我们的 或者叫因为我们的这些就餐的人 吃饭的人 他们特别渴望那些主导的品牌 我们的这些瓶装水和我们的 包括瓶装水的一个公司 包括我们的这些restaurant 这些经营餐厅的这些老板们 他们来各位同学关注这个词 这叫什么 中文 旁边写中文是伟大的 他们要么和求问的中心相关 要么和我们一道题目的答案相关 例如本题 对不对 好 唐书给你们举过的所有的例子 不是唐书自己创造的规律 唐书从来就不会创造四级阅读的规律 唐书只做四级阅读规律的搬运工 我说清楚了吧 所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真题当中 得到实践检验过的 他们垂涎于来利润 所以要加大了他的一个销售的压力 所以你看我们的卖一个东西呢 为什么要去卖它 不就为了赚到钱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ABCD的四个选项 哪个表示能够给他带来巨额的利润 A选项 其他选项没有任何的干扰 大家理解了吧 叫做瓶装水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润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们此前看过的一道题 他说为什么我们的黑匣子在1965年的时候 要被进行重新的设计 好 我们根据1965年找到这个地位点 而且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soul是不是正好对应了我们刚才第五段的 ans result 所以他表达的是一个结果 而我们问的是y 原因 所以原因应该在他的soul之前去找他的答案 之前说的是 由于以前的黑匣子的早期的版本 是无法承受大的撞击的 所以表示哪个早期的版本 无法承受大撞击 他说在撞击当中被摧毁 无法承受的一个统一体会改写 所以我们这个选择的是c选项 好 所以到此为止大家知道了 我们的细节中特别喜欢考英国逻辑关系 所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英国逻辑关系 我们应该怎么去找答案呢 其实本质上讲就是问什么答什么 就这条原则 所以问什么答什么 有没有标志呢 有标志 既然问的是y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圆中去找 我们的losewa losewa result 那出此来还有什么是表示原因的呢 好 我们首先来看 表示英国逻辑关联的这些词 最常见的当然就是because 好 如果圆中有because直接找because 如果没有呢 注意去找他的同意改写词 最常见的来 since s4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好多人不假思索的 看到since的第一个本能反应 把它翻译成自从 自从哪一年开始 对不对 包括s 我们此前也提到了 以及我们的for 当他们做戒词的时候 才能把它翻译 为叫做为了呀 或者叫做作为呀 包括我们前面谈到since 做自从的翻译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当他们做廉词的时候 才表示因果逻辑关系 那同样在语境里面 长得都一样 我怎么知道 他什么时候做廉词 什么时候做戒词呢 注意 有一个判断的基本的窍门 就是当他做廉词的时候 后面跟的是一个句子 而不是一个表达 或者呢 决定他是否是句子的 就看他是否有位与 动词 唐叔说清楚了 对吧 好 所以句题 什么是我们的位与动词 大家都可以参考 唐叔在长男剧的逻辑当中 给大家梳理出来的 特别接地气的一些 梳理和总结 好 那除了我们的单个的单词 表示因果逻辑关系以外呢 我们还有往往一串词组 例如来 Derive from Arrange Nate From 例如 Stand From 包括 Count from Result From 也许很多人会说老师 我对 Derive Arrange Stand 这些词 我都不那么的熟悉 但是我却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 他们后面跟着借词 都相同 叫源自于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说当看到词组的时候 尤其是因果关联词组的时候 一定要搞清楚 他后面接的是 原因 还是结果呢 所以在这 因为他们是From 叫源自于什么什么 所以他们后面表示的是原因 那我们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 借词相同表达的 我们的逻辑保持一致呢 我只能说大部分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例如我们来给大家 看到这样一组词 叫Owing To DueTo AttributeTo ContributeTo 那我请问各位同学 这一组词的后面 跟的是原因 还是结果 大家思考一下 好 我想说的是 你单纯回答原因 或者单纯回答结果 都不正确 因为在这 唐叔给你挖了一个坑 前面的三个都表示 归因于什么什么 后面接的是原因 但最后 ContributeTo 其实后面接的叫 结果叫Pot 导致了 它相当于我们的 LeadTo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有规律 但是呢 有规则 它必有例外 那这个呢 必须靠自己的 勤加积极 没有我们任何 所谓的技巧 背单词 踏踏实实 好 这是我们的因果逻辑 但除了这些因果 关联词以外 其实还有一些 可以直接表达 因果关联的内容 我们还是通过真题 来帮大家做一个梳理 好 我们首先来看啊 当然这条题 问你为什么 我们的这个Facebook 要改变 那它的一些规则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英文中说这么说的啊 它的一个副总裁 ES一个人 那ES作为它的一个定位点 那么 他说这家公司啊 正在做出一个改变 为了干嘛 去提升它的服务 叫To improve its services 所以呢 我们马上就能够 对应到我们的A学校 为了提供一个 更好的服务给它的用户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先不展开讲解啊 最后来做一个总结梳理 我们谈到的 还是关于黑匣子 那篇文章里面谈到的 美国的航空联邦航空管理局 它要求黑匣子啊 被漆成成色或者是黄色 原因何在 好 我们回到原文中 他说同年 联邦航空管理局 定位点有了 他要求这个黑匣子啊 那么以前是 确实是黑色的 但是呢 来 要把它漆成 我们的橙色或者是黄色 大家能够再次体会到 来 我们定位其实是 运用了整个的提供的 全部的信息 这样呢 所以就非常的 精准清确啊 对不对啊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那原因是为了干嘛 是为了避免啊 为了能够 A 指的是帮助 帮助你去Visibility Visible 叫能够看得到的 那Visibility 作为他的名词 叫做是可以看得到的 一种属性 可视性 所以能够帮助大家 去识别他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 C选项 To make them easily identifiable 作为了 Visible的 那个同意替换 好 同样的 我们再来看 呃当年的 我们的乐视薯片 你看啊 又考到一个中国 他说为什么呀 呃我们要 重新设计 来 这个词又考到了 重新设计 乐视薯片的 他的logo呢 好 他是这么说的啊 With the br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crucial factor 随着商标的认知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R这个人 他认为好R 作为你的一个定位点啊 他要开始重新 去梳理 重新去设计 这家公司的 我们的一个标志 因为这家公司 Along with the company's long-held marketing image of the irresistibility of its chips would help facilitate the company's global expansion 他说呢 因为这家公司 他的标志 长期以来 是有这样给市场的 一个image 这样一种形象 叫 irresistibility 来 resist 叫做抵抗 那R IR表示的是一种 否定的前罪 叫难以抗拒 对不对 对于这种薯条的 难以抗拒 那么将能够帮助 这家公司 形成他全球的 一个战略扩张 所以我们的 这个选项 选择是B2选项 叫 促进这家公司 来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对的是 global expansion 全球的扩张的目标 还有咱们的 刚才看过的这一道题 他说 为什么我们的 很多的 我们的商店的经理 是最后才听到 客户的抱怨的呢 根据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商店的经理 是最后听到客户抱怨的 定位在我们的第二句 但是呢 第二句只是一个 结果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 为什么 他背后那个原因 所以前因后果 所以优先看他的前面的 这句话 叫做 我们的消费者之所以 很少直接向我们的经理 或者是店主去抱怨 原因则在于啊 他们取而代之 是警告到他的朋友 亲戚 以及他的同事 甚至是陌生人 对吧 所以他正好对应 是我们的B2选项 他宁可去向他的周围的人 吐槽他 不开心的购物的那个经理 好 所以通过我们这四个例子 前两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正确答案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来 2 对应我们的2 2 正好对应我们的2 所以动词不定是 to do something 他本身表达你去做一件事情的目的 也就是那个动机 你看 做一件事情的动机 不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那个原因吗 所以我们说 不定是 他也可以直接表达的一个因果逻辑关系 而另外我们后面 无论是乐视鼠片的这个例子 以及我们的这些像 不像我们的店长去吐槽的例子 你看 没有任何的因果关联词 也没有to do的动词不定是 他就是简简单单的通过了句子和句子之间的一种顺程的关系 就表达了因果逻辑 因为本身我们说我们在写一句话的因果逻辑的时候就有叫前因后果 或者叫做前果后因的这种逻辑在其中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除了上述的因果逻辑关联词 本身的不定是他表示因果逻辑关系 或者是前后的顺序句表示的是一种因果逻辑 最后唐说还要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就是在我们的巨型结构当中 还可以表示我们的因果逻辑关系 例如成分 逗号 逐语 未语 兵语 那前面这个成分往往比较多见的是ing开头 动词ng或者是动词id 一个称之为现代分一个称之为过去分 主动的往往用现代分词 被动用过去分词 因为从它的本质上讲 它就来自于一个由because这种关联词引导的原因壮语从句的一种省略 而且这种句式还会出现位置上的变换 它会变换成来 逐语逗号成分 未语 兵语或者是主语 未语 兵语 逗号成分这样的一种结构 只不过呢 第一种第二种情况往往在我们的空格当中表示的都是原因 那本上还是因为前因 然后呢到了第三种情况当中的时候表示的是一种结果 也就意味着主卫兵的部分SVO的部分 它表示的是一种原因 唐叔讲清楚了吧 所以具体的这些巨型结构 大家还是可以在唐叔的微信公众号 叫唐池老师 大家可以去找到相关的二维码 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钱免费的关于长南剧其中的我们的巨型结构的一个知识点的一个讲解 请大家认认真真仔细的去进行观看至少三遍以上 我的内容当中除了巨型结构以外 还有包括整个我们句子应该如何去抓主干 包括以前我们老师经常说 然后句子都不懂怎么办 叫抓主干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一个废话 如果我能够抓住主干我会看不懂吧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我如何才能够抓住主干 对吧 除了抓主干以外 我还要求大家更进一步 懂得抓住非主干 因为只有把主干和非主干都梳理清楚 才意味着你完整的掌握了一个句子 唐池说说清楚了吗 同时还要让大家更进一步 再上一个台阶 还能够梳理我们句子和句子心这种逻辑的关系 所以这已经是我们通过长南剧的一种最高效的方式 整个的课程的时长应该不超过四个小时 也就意味着我们此前给大家梳理的 我们语法书里面只需要掌握的10%的那个内容 却能够解决我们在考试当中面临的90%的那个 长南剧的难点啊 所以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没有任何的爆料 好 这是关于咱们的因果逻辑的考察 那接下来我们在细节题当中还会考察到的是我们的转折对比的逻辑 例如我们此前抗讨过的奥巴马阿米歇尔第一夫人 为什么对我们的作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吸引呢 来 你看他并不是因为代表了国家 而是因为他代表了是非洲裔的美国女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关注在我们的选项里边 我们涉及到的非洲裔的美国女性 才是我们需要备选的一个答案 所以如果没有连这个概没有涉及的必选项 你其实是可以直接将其排除的 唐叔说清楚了 所以我在不断的提供大家 一道题你的作题的思路可以是多维度的 同时在这个比较的过程中还有另外的一个比较 就是我们谈到的来抓住我们的原文里边反复要去强调的内容 我们要强调是能够抓住整个世界的注意力 而且做了一个前后的对比时间对比关系 以前我们不关注它 现在我们关注它 时间相反一切相反 是不是也是一个转折对比的本质上的一种逻辑 对吧 好我们继续来看 此前谈到的我们的心理治疗的这篇文章涛 谈到关于近思的话题 你看他说我们不是要求你去和这些消极的想法做抗争 而恰恰相反 你要懂得去接受它 你来看 因为我们把它就称之为一种力量 所以你来看 我们说我们的近思它其实是 你看不要和它去对抗 你要接受它 它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治疗的方式 这是我们的转折对比 同时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第三个例题 再来一起体会一下我们真体当中 对我们的转折对比 往往会挖空心思 所以大家一定要耐下心来去读完我们的整个的内容 你来看 当年这条例考的是 我们的潜在的水源危机 真正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注意哦 很有可能在游泳中确实谈到来 用水危机 好你来看 他说我们人类啊 其实啊使用的 a little less than half of water available worldwide 我们人类使用的水才不足 你看还不到世界可使用水的 一半都不到的 然而 但是我们仍然会存在这种 叫短缺或者叫做干旱 还会发生 引起了是很多的饥荒啊 或者是 或者是很多地方的一些问题啊 and industry and agricultural bioproduct polluting water supply 包括啊 我们的工业农业 还导致了很多的副产品 在污染我们的用水资源 然而 thanks the worst population is expected double in the next 50 years 随着我们的人口啊 在未来的50年中将会翻一倍 也就因为你的人口多了 你要消耗的水就变得多了 many experts think we are on the edge of the widespread water crisis 因此很多的 我们的专家们会认为 我们已经在一个边缘 叫on the edge of 在什么的边缘呢 广泛的水源危机 所以你看 它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就原因 我们人口会膨胀啊 所以当年就考照了一个 我们的墙内的一个干扰选项 指的是我们的人口特别多 来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faster and faster 但是很抱歉 A选项是一个错误的答案 因为我们问的是 实际上的那个 最真正的致命的原因是啥 好 你来看 在我们的第二段里看到 但是 that doesn't have to be the outcome 这并不是真相 water shortage do not have to trouble the world if we start valuing water more than we have in the past 他说我们的用水啊 本来不会是一个问题的 啊 本来我们的用水危机 不会困扰到我们 本来它不会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 去给我们的水赋予价值 因为现在的水什么呀 太廉价了 浪费也不会引起你的关注 所以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我们的第二段的霸道后面告诉你了 在于你是否给予了 它足够的价值的认可 所以ABCT 你马上找到了核心的主要矛盾 是不是叫value啊 your humanity has not placed sufficient of value out 此前我给大家 在谈到作文导学的时候 提过这样的一个表达 来place vari 在这个用的是 sufficient of value on something 常常讲清楚了 所以对应是我们的世界上 而恰恰考虑就是我们的转折之后内容 而且这个断折 我们说过一切的规律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真体 居然是可以跨越 段落的 常常说清楚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关于我们的转折 因此我们梳理一下 在转折当中 我们常见的那些 转折的关联词 首先呢 来 but it however 这一类词呢 我们称之为叫连词 表示的是我们的转折 或者是让步的关系 包括让步 low或者是order 你注意 包括well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我们不 80%都不考当什么什么的时候的含义 而是考 尽管相当于low或者是order 所以当你出现了low orderwell well as 的时候呢 十八九 尽管怎么样 重点在哪里 在逗号之后的内容 是 重点信息 常说清楚了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连串的 我们称之为叫做副词 包括这词组它的作用相当一个副词 对吧 however actually 所以however这个词 它既可以做副词 也可以做廉词 大家需要区分一下 unfortunately叫不幸的 所以这个单词特别有意思 你直接去掉 un这个否定学教的 幸运的是 其实依然表达的是和前者的一种 相反的一个逻辑关系啊 strangely surprisingly conversely on the contrary incontrust in fact 他们都表示的是一种 转折的关系 而转折之后 往往是我们的重点内容 而重要的信息 往往就是我们 命题人要去考察的信息 说重点往往就是好点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 在细节题当中的因果逻辑关系 和我们的转折对比关系的一个考察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道非常具体的 特别有代表性的 我们的细节题 就称之为叫词汇猜测 那么所谓的词汇猜测题呢 我们的基本的作题思想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种题目 原文当中题杆里面会明确告诉你 定位在哪一段的 哪一行 这个单词最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所以我们这种题目 根本不是考察对这个单词的背诵能力 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 要你猜的这个单词 往往它特别的简单 它甚至就是我们中学阶段的 你学过单词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 我们越是决定单词 它越考的是它的那种 你不熟悉的含义 那么我们的作题呢 也就意味着不是考察背诵能力 考察的是 你在上下文当中 去根据逻辑关系 找到这个被猜单词的同义词 或者是反义词 我们说找的一个原则 就是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啊 我们每次谈到阅读的本质 是逻辑这个概念的时候 大家不要把这个逻辑想得特别的高大上 我们在阅读当中涉及到逻辑 就两种 一种叫相同 一种叫相反 那什么叫相同 特别简单 就是和相反对立的 那什么叫相反呢 相反就是句子和句子之间 它们出现了but等等这一类的转折词 而句子和句子之间如果没有转折词 直接就拼在了一起 则称之为相同的逻辑 当你发现是相同逻辑的时候好了 你就在上下句当中去找被猜这个单词的同意 或者是进一词 唐叔说清楚了吧 而你发现它们彼此之间是由转折词来连接的 你就去找它的反译词的同意感谢 即为你的正确答案 好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作题思路 而且刚才唐叔还提醒你了 如果要猜的是一个简单词的话 你想想我们的命题人会如何来设计这个干扰选项呢 那么这个干扰选项设计出来一定是想让你去选的 所以它会站在我们的角度 这样是个简单词 它是不是就会按照这个单词 它对常见的你所认识的那个含义 常见意思 或者叫做字面的含义 来进行设定啊 好在这个地方啊 唐叔还是为自己这个做个辩护啊 因为我整个用到的是我们的这种电子笔啊 所以写字的过程中可能不是太清楚 所以请大家原谅 所以大家一定记得更重要的是你听我说啊 我说的内容 我写的内容其实都是在我的语言当中传递的信息 所以做笔记 我们不要像小学生一样 老师在黑场写什么 你就记什么 很多时候你要懂得去抓住那个重点 包括很多东西需要大家自己做一些重点 尤其是唐叔反复提醒你的 我给的这个结论以后 它背后的来龙曲脉那个原因 也同样是你需要在笔记当中 记录的那个重点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的词汇题的一个基本的立题 来 我们首先来看这道题问你的是 Shine这个单词最有可能在用中的含义是啥 来 他说human would not try to avoid stress 我们的人类啊 不会去避免压力 anymore than they would shine food love or exercise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考到的其实是一个叫类比 既然是一个类比的关系 叫像什么什么一样 人类啊 不会像避免焦虑那样 或者叫人类不会像怎么样我们的食物 爱与练习一样我们去避免我们的压力呢 所以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找到的我们的 avoid这个单词的一个同意替换 同意感谢 我们不会去避免我们不会不吃饭啊 我们啊不会不去寻找我们的爱情啊 我们不会避免去锻炼身体啊 就像我们无法去避免我们的压力一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找到的是shine的一个同意替换词 然后在我们的abcd当中来 最接近于avoid的同意替换的 就是我们的B选项叫stay away from 离我们远一点点 就是避开它嘛 所以大家会发现 我们除了要通过逻辑找到我们要猜的这个单词以外 你还得认识abcd的四个选项 所以还在部分程度上考察你的词会量 对不对 所以有方法 方法称之为逻辑 但是也必须建立在你的基础之上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咱们的一道非常经典的案例啊 好 这个例子问你的是out of science and out of mind 在语言中啊 这个它是什么含义 来out of science 和 out of mind 出现我们的这一段的第二句话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段话呢 一共由三个句子来构成 好 第一句说海外的派铸啊 那指的是搬引发配到国外啊 然后呢 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啊 increasing important 对于什么事情重要呢 advancement 对于一个人的进步 这个进步指的是什么 你看在管理的阶层 是不是就指的是呃 升职啊 进升啊 好 再来看那第二句话 他说呢 一个管理者 executive 大家注意一下 executive就是我们经常说的ceo啊 那个总裁的那个e的一个啊 这个大写的缩写 好 来 他说一个管理者 后面的其实是stationed in another country 啊 他其实相当于一个省略了who is stationed in another country 他被派驻在海外 表达了一个被动 相当于一个定义从具 所以你的翻译过程中 都是对主语 executive的一个修辞 一个被派驻在海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人员 真正的为动词叫no longer need a fear 再也不用担心一件事情了 不用担心什么事情呢 不用担心要被猜的这个概念 好 紧接着我们接下来的第三个句子 他说他可以确保一件事情 确保的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的努力对于这个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啊 ease century to 成为他的中心对他很重要对吧 并且还可以确保第二件事情 大家注意一下啊 真正能确保的来 promotion是不是他的来又来了 晋升升值 在紧随公司的将他派驻在海外以后 所以大家会发现啊 我们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之间其实都是相互的一个话等号的一个逻辑 找相同因为他们没有转折词对不对 然后你来看 你不用担心一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确保一件事情 你不用担心的事情 你担心的事情和你确保的事情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很相反的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不用担心自己啊 记不住单词 因为我确保自己一定能够记住单词 所以你看一个是记不住 一个是记住 他两者之间是刚好取反的一个逻辑 他说讲清楚了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来看一下 我们确保什么呢 我确保我能够来晋升啊 叫promotion或者是advancement 所以我们out of sight和out of mind 这是我们担心的 担心什么呢 担心不能够晋升啊 来看思选项 missing opportunity 失去了一个晋升的机会 所以missing opportunity 是一个否定的表达 否定了谁 晋升 所以这道题选择思选项很经典 对不对 那即便如此 根据这个逻辑找到正确答案以后 大家还有没有发现 我们根据我们的前后的逻辑关系当中 被反复提到的谁呢 来 是不是我们的advancement和promotion了 所以我们和升值相关的选项 是不是只有我们的c选项啊 因为你看 这仍然是我们原中被反复提到的内容 所以反复强调的是重点 重点是考点 所以即便在这个地方啊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想猜你想蒙的一个方法啊 至于我是退一万步 你实在多部的文章 你要猜要蒙 我们以往可能选择选项的时候呢 你的猜测的依据是看选项中哪个单词 在语用中有 你就选哪个 但你会发现 随着我们四级考试 它越来越升级 越来越高端 它的玩法变得非常的复杂 就是几乎每个选项的单词 在语用中多多少少都有提到过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猜的话 猜什么呢 猜那个在语用中提到的次数 最多的那个选项 唐叔说清楚了吧 好 但是唐叔再次要提醒大家 我提到这个方法 是退一万步讲 你实在读不动文章的情况下 这么去做 所以我们在整个课程当中 所培养的一个目标 依然是带领大家提升你的 英语本身的硬实力 单词保障句子动 能够建立在读动文章的技术上 再用我们的方法做对题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 接下来这个例子 同样问你啊 my dog could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ttle and the tab water 在游泳中最有可能传递的一个意思是啥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注意 游泳他是这么说的啊 谈到了关于瓶装水的一个话题 他说 这个人 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啊 呃 专门写评论的人啊 Krager 写什么样的评论呢 关于水的一个评论 哦 这个人到处去品尝啊 各个公司生产那个瓶装水 那么as a boy 后面开始介绍 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承担的经历 然后呢 even then he kept a water gentle 他仍然保留的一份专门啊 来品鉴我们瓶装水的一份杂志 对不对 my dog could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ttle and the tab water 连我的狗都能够区分出 瓶装水和tab water 就是自来水之间的区别 所以连狗都能够分出这两者的区别 想说明这个区别是大还是小啊 各位同学你想想 好 你不能想 为什么 阅读理解不要理解 因为你有两种思路都可以说得通 第一个 连狗都能搞定了 那人就更不要说了 说明这些事情是不是容易区别 但是你转念又想 狗的嗅觉要比人灵敏的多得多得多 所以它还可以表达的是 这个差别非常的微小 只有狗能够判断出来 人通过我们的肉眼凡 它是识别不出来的 所以这两个方式你都理解得通啊 所以怎么办 不要理解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文章怎么说呢 来 文章后面是明确到水 但是啊 我们的瓶装水 真有那么差吗 所以对于这句话而言 要猜这句话 是不是对BUT后面这个内容取反 不就可以了吗 他想说的是瓶装水 没那么差 对不对啊 这个你注意他是用一个反问 瓶装水真有那么差吗 是想说瓶装水没有那么差 所以因此瓶装水 这是BUT后面这句话要表达的含义 叫我们的 Table 指的是自来水啊 自来水 真有那么差吗 所以他的本质很想 自来水 没那么差 所以前面想说什么 是前面想说自来水 它真的好差呀 换句话说 我们的瓶装水 BUTTLED WATER 它真的 非常的好啊 对不对 因此来看一下咱们的ABCE的自来 来 瓶装水比自来水明显的要SUPERIAL 更好一些 你反过来看也是一样 叫自来水比瓶装水明显的要 差一些 唐叔说清楚了吧 所以一方面大家通过逻辑 找到了我们这道题的答案 第二方面 唐叔再次提醒你们 阅读理解 不要去做任何的理解 我们的答案都在原文中 明确的给出了他的答案啊 好 我们再来看 我们当时的一道题 问你 Not so fast 在原文中适合含义 我连文章都没有给你 因为大家一定要记好 我们说一旦 你看老师啊 这有什么好 判断的这些词 全都是我们初中 就有学过的单词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排除它 最常见的你最熟悉的字面的意思 而去找他的那个熟词 P 老师说清楚了吧 好 因此你来看一下 我们的ABC 你看根据这个fast 你看我们A旋说什么 take a long time 然后B旋上 be delayed D旋上 fast 是不是全都和我们的fast这个词有关 所以他们都是围绕 字面意思设计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排除 所以最后呢 选择这个完全和fast 没有任何关联 叫做 Don't be too optimistic 叫做别那么乐观 无独有偶 当年还考这个单词 叫old is something in 这样一个表达 是什么含义 所以你看 我们马上排除所有和old 字面意思相关的选项 基本点的正确谈 你来看 第一选项old people 好 甚至像elderly年长的 再来看 我们的第一选项 谈到的是older students 所以全部排除 剩下的来 叫gerontology 文所未文 对不对 好 我还可以做一个巨头 当年的gerontology 在游泳中 明确用中文典体 做了一个注解 叫老年学 所以是我们的正确谈 所以通过这两个例子 一方面前面说的例子 告诉大家 通过逻辑当中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字面意思 来进行对干扰选项的排除 好 到此为止 我们所有的 比较有代表性的细节的做题 原则给大家梳理完毕